香港幾分鐘 對我來說其實很大打擊 我是一個可樂迷 我很喜歡喝可樂 我在大陸的時候 我平均一天 吃飯 除了早餐之外 明午飯 下午茶 宵夜 晚上我都會有罐可樂 甚至回到宿舍 都有罐可樂 很喜歡很喜歡 更加我小朋友窮 我家裡買一瓶一公升的可樂 接著呢 我們偷飲 扭開了 但是不想媽媽知道 你偷飲可樂 那你怎麼辦 你就會加點水下去 接著到最後吃飯 我媽媽說 拿一瓶可樂出來 大家 每人倒一些 幾兄弟姊妹 你看我 我看我 接著最後全部變成糖水 因為第一沒有氣 第二就是溝水 我為了喝一瓶可樂 我為了 有贏一瓶 1.25公升的可樂 當日呢 我在尼木樹 那怎麼樣呢 就是 我們要做 那些叫做 每一個人 要下去校樓梯呢 要做看間的 就是每晚要看到11點 那由8點鐘 3個小時 我忘記叫什麼了 那些小朋友也好 那些師奶呢 每家每戶呢 就輪流來 我們逢星期五呢 就到我們了 下去 有個師奶呢 我們在聊天 她說 你喜歡什麼 喝可樂 你喜歡喝可樂 我說是呀 那年我只有9歲 她說 是這樣的時候 我買一瓶 一公升的可樂 給你 如果你一次過喝完 我就私人 送多兩瓶給你 嘩 聽到有一公升可樂 很開心 跟著 她買了一瓶回來 我真的一口氣 停都沒有停過 就喝完這瓶可樂 你知道 一瓶膠瓶 一喝完之後 跟著呢 就 各位頂不住 嘔到 什麼都嘔出來 那 現在 在我們心目中 如果 有時候可以吃飯 尤其是大排檔 如果她有 就是所謂的 枝莊可樂 是玻璃瓶的 那我就會 找一瓶 大可樂的玻璃瓶 如果有 細瓶 的可樂瓶 我的 瓶莊 我就會喝一瓶 細的玻璃瓶 為什麼 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 你喝瓶莊 那種 味道沒有那麼甜 有些人說 是因為她壓縮了 那種炭酸 她說喝下去沒有那麼甜 如果你想 好喝點 夠氣點 就要喝 細瓶的可樂 可樂 很可惜 今天看看四肢為 有沒有得找 找些瓶莊可樂 因為太古 可樂公司 已經宣佈了 暫平出瓶莊 我曾經去過歐洲 我也都在香港 買過一些可樂 是瓶莊 以前有多吵 因為不同的形狀 那今天 告訴大家 尊重可樂 不知道會不會成絕響 跟著她說 要到2022年 才會再生產 希望大家 趕快 如果喜歡喝可樂的人 今天或者明天 去買兩瓶 我們全都要 拜拜